我去錄影 好 我不看你 聚尷尬 嗨 大家好 我現在在經濟學院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超漂亮的 就是我們經院的 的一個 小地方 來大陸念書的話 就有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申請了 一個就是面試 第二階段 你申請上了之後 你來這邊念書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所以我打算 如果大家覺得 這一類的影片好看的話 我可以拍三支影片 那今天主要 著重的部分呢 就是申請材料的 方面的問題 另外我還有 申請香港的大學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知道我怎麼申請香港的大學 也可以留言 因為我也有朋友 在香港 讀書 對 那 一開始申請大陸的話 簡章是陸陸續續出來的 學測考試前 到學測考試後 簡章都是陸陸續續出來 那 大家對於自己非常想要去的大學 一定要就是密切的去刷 一些他們的官網 去找說他們的簡章有沒有出來 這樣 有一個網站叫中國留學社 這個網站非常推薦 所有想要 申請大陸大學的朋友去看 因為裡面有很多 就是去那邊念書的學長姐 都會在裡面 幫學弟妹們回答 那間學校的問題 因為畢竟他們已經在那邊讀了嘛 所以他們對 學校當然也會比較了解 那 假如說簡章出來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看簡章有什麼要求嘛 打印報名表啊 就是這些該填的都要填 對 然後 我個人是覺得 你既然是要申請他們的學校的話 你就 把所有繁體字都要轉成簡體字 那 有些學校會 要求說有推薦性 有些學校是要求 要兩封 有一些是沒有要求推薦性 那因為我之前有申請香港的大學 所以我其實已經 事先要好推薦性了 所以這部分 同學要留意一下 因為 有時候看到簡章出來 兩週以後就截止了 你也要給老師一些時間 去寫你的推薦性嘛 再來的話就是自傳 有些學校 大陸的學校會要求你去手寫自傳 那 要不要簡體字呢 其實我覺得因人而異 因為我 跟我的同學是 有去練簡體字 就是我的話 我會硬下來 因為我也不會寫簡體字 我到現在還沒有很會寫簡體字 我都是反簡夾雜 在教作業 對 但是 我會把文字檔打下來之後 轉成簡體 然後再用這樣抄 得抄寫 可能會比較麻煩 但是 你如果很想去那些大學的話 你可能 就得 花一些時間 對 像我朋友有一些 可能就是一份簡歷 然後丟所有學校 那像我個人的話 是我會花時間去研究那些學校 吸引我的地方 然後去為那些學校打造一份自傳 可能他們根本沒有看到我的自傳 但至少 假如說我真的去到他們學校面試的話 我可以跟他們說 我喜歡他們學校哪裡 我覺得 所有學校應該都會喜歡這樣子的學生吧 然後 再來就是個人簡歷的部分 就是 你可能高中生活的一些經歷啊 你考的檢定啊 那些 你就可以做成一份簡歷 就是豐富你的履歷這樣 像我當初有遇到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們到底 一張獎狀是要弄一頁呢 還是把所有獎狀 定到一頁 然後 你就會發現你身邊的同學都跟你比厚度 就是一張獎狀就占一整頁 然後十張就是十頁 就覺得哇他們都比你厚 那我 我要把它拆開來 這有點無聊 浪費一支 學校搞不好也不會仔細看 不過 就是越厚越心安嘛 同學的心理就是這樣 那 再來要提醒大家 就是 所有學校都一定要台包證 那像我個人當初 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台包證要過期了 所以我在學校 申請截職之前 我立馬去補辦 那補辦的時間 就是 大概兩三週吧 對 然後我建議台包證 到期的日期 注意事到你讀完大學之後的那個長度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台包證過期的事情 做好所有的東西 大家就要裝訂成冊吧 這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我就是 一開始白癡白癡的就沒有注意到說 要裝訂成冊 我就把所有資料 就可能定數機這樣訂一下 就是沒有很正式的感覺 嗯 我看我同學都 其實還有做 印一個封面啊 你不要就是散裝這樣 讓學校很難去看你的履歷 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簡歷的美觀的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快遞啦 就是當初我也有很大的問題 是我要怎麼送過去 後來發現 就順封快遞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只要預約 預約 預約上門取件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 然後我寄到那些學校一份文件 大概一百九十六塊 對 所以其實還蠻便宜的 但是你假如說跟我一樣 申請七八件的話 大概 大概也要一兩千塊啊 大家也要注意就是 貨運有可能也會拖到 一定要在截止前一個禮拜 就是保險估計的話 就把東西寄出去 押線才寄東西出去的話 可能就要找那種DHL比較貴 可能五六百塊 隔日送達那一類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時間問題 也不要壓線吧 我覺得也是算一個禮貌的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門檻 因為我們這一屆是龍年嘛 所以其實申請人數都有暴增 那 嗯 有些學校 都說 只要錢標就可以 只要軍標就可以 可是 因為丟申請的人實在太多了 頂標升就是 也當然超出那些軍標跟錢標很多 所以一定會優先想要留住頂標升 我也有申請一些 就是軍標錢標的學校 也很好的一些學校 然後他們就會 郵電給你說 嗯 你會來面試嗎 假如說你還上了其他學校 你會優先來我們學校面試嗎 就他們會 一一跟那些頂標升去確認說 你到底會不會去他們學校 如果他們 第一階段過的人都是頂標升的話 呃 有可能頂標升也去了其他更好的學校的話 就會 很少人去面他們的第二階段 大家也不要就是只丟一些頂標的學校 頂標以上也有分數線高到低 一定會優先去做那些成績最高的學生 所以 呃 下大的話是 簡章的話也是說 前標頂標 最後 面試最低的門檻都是頂標升 人數真的多太多了 所以 當然也會相對對分數線要求嚴格一些 那 覺得大家想要比較有效率的得到問題的解答的話 可能就是去問學長姐 或者是 在中國留學社上面自己找答案 喔我想要叮嚀一下就是 有時候其實很多東西自己去找一下 就有 就有解答了 大家就不要一直浪費那些學長姐的時間 因為 其實 自己動動手指 就可以解決的 就是 對 然後一定要注意禮貌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網路上很多人都覺得說 呃 誰有義務要回答我們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就是人家 就是對 大家懂的 然後也想要提醒大家 台灣的大學也不要放棄申請 那我們那一年門檻變高了嘛 所以 呃 很多人就落榜 但是他們可能台灣的學校就直接放棄申請 所以 造成他們之後就兩頭空 所以我覺得這樣還蠻 不好的 因為你有可能就要重考 假如說 你 上的話 呃 你也可以去辦休學 你如果來這邊真的不適應的話 呃 你至少還有 第二 呃 就是 Plan B嘛 對 因為 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喔 詞窮了 就是 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對 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就是 不要把自己路封死 你永遠不知道 好 呃 對 然後申請台灣的大學的話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你可以去練面試 很多人來這邊面試的話 都會很緊張 就是他們沒有先跟真的跟教授就是 面對面去講話過 所以他們會很緊張 對 我覺得對每一份機會大家都要 呃 珍惜 不然的話 就是 對 台灣的學生如果想要進大陸的大學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 呃 可以去考港澳台聯招 但是 那又是完全不同的考試制度 我們為了學測所準備的東西 跟考那個考試要準備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那時間點的話 港澳台聯招是在學測之後 可是 考港澳台聯招的話 其實 對台灣生是沒有什麼優勢 因為難度比學測還要難嘛 所以大家要自己去斟酌 再來的話就是 申請大陸大學 是 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 因為像台灣學測的話 是非常注重各科的成績 你可能 數學掉一級分 你就不能夠申請非常多學校 但是 大陸的學校呢 是看你所有五科 加起來 有沒有到達頂標 所以就是你的弱科 可以去補你的強科 剛剛 弱科補強科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像在台灣 商業相關的科系是非常看重英文跟數學 可是 你可能這兩科 掉了一兩級分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申請 好的 商科的學校 那 這樣子的話 申請大陸大學會有個優勢就是 他們的商科 就不會看你的 就是 單科成績 會看你總 加權的成績 對吧 好 那最後的話 我還有 收到一個提問 就是說 好 檢定可不可以申請 英文免修 那像 我跟我同學都有考託福 但是我們來這邊還是 英文課不能免修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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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想得到的一些申請材料問題就這些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我會盡量補充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如果大家對於第二階段面試有一些疑問的話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想說 我才有動力去做 不然上字幕上很累 哈哈 好啦 掰掰 第一階段就是申請材料 你不要再偷瞄我啊 哈哈 最尷尬 好 我回家 我回家 你跟他們說